智商二百八的天才少年 毕业后不进跨国大公司 不要高薪工作 转头成了国际大盗 他不为钱财只求刺激 晚上 肖恩跟父亲用餐时 说起了今天八个上市公司负责人 来学校接受肖恩的面试 每一个都提出了丰厚的入职条件 40万美金的年薪 独立的办公室 又有人的公司股份 他们只求肖恩到公司任职 可肖恩通通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工作不够刺激 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简讯 我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逃避父亲的说教 肖恩即刻起身 跟随神秘短信的指引来到酒吧 刚做好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老头告诉肖恩 现在有一个闯入地下金库的任务 绝对自己充满挑战 据说这座西班牙地下金库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下金库 建成80年 被称为工程学奇迹 至今无人破解 而肖恩是建筑学天才 这次任务非他不可 随后 老头递给肖恩一张到马德里的机票 当肖恩抵达马德里时 秘密基地里 老头已经等候多时 队伍已经集结完成 第一位是天才黑客 世界上没有他黑不进去的系统 第二位是前特工 十足的硬汉 潜水高手 第三位迪亚 神偷一个 任何东西都能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 第四位汤姆团队采购员 一切物资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找不到 而老头名叫沃斯特 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这次行动是要进入西班牙金库 偷偷三枚刻着宝藏地标的金币 不过想要进入金库 难如登天 首先银行内部布满了摄像头和传感器 内部还有15名全副武装的守卫 24小时巡逻 其次银行对面就是西班牙军队总部 武装力量充足 最后负责银行安全的主管古斯 是西班牙前反恐特遣队的负责人 被他盯上 不如直接投降 所以制定作战计划很重要 首先打开地下金库的门 需要两把钥匙和古斯的指纹 还有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 金库有一个故障安全装置 只有关闭这个装置 他们才能悄悄潜入其中完成任务 但这个安全装置是什么 他们不清楚 自日清晨行动开始 萧恩和采购员伪装成保洁员 进入银行内部 萧恩负责用磁力仪 扫描地下金库结构 弄清楚 护照安全装置的设置 采购员负责安装监控转换器 神偷则伪装成名画鉴定师 去找两把钥匙 刚进大厅 神偷就见到了古斯 当古斯引荐同事给神偷认识时 他顺势将自己手上的咖啡杯 递给了古斯 古斯的指纹 就这样清晰地印在了杯套上 随后 神偷跟着工作人员 准备进入办公室 采购员则推着清洁车 来到了监控控制室 他将视频转换器 插在了线路上 黑客立刻大显身手 替换了银行的监控录像 让监控循环播放 隐藏了三人的行踪 紧接着 神偷来到了办公室 黑客远程要求神偷快速扫描名画 他则对屏幕画面进行录制 随后再将录制的画面 传到古斯监控的屏幕上 神偷趁机间隙 打开了名画背后的保险箱 得到钥匙 然后用扫描仪 对第一把钥匙进行扫描 与此同时 肖恩跟随指示 来到了一楼会议室 滑到桌子下面 开始调试磁力仪 机器很快开始运转 神偷扫描完第一把钥匙后 迅速将它误归原位 这时银行行长出现了 可此时 古斯看到的监控画面 仍是之前录制的 里面只有神偷一个人 如果录制的画面播放结束 那银行行长 便会突然出现在镜头里 到时候 他们一定会穿帮 神偷灵机一动 提出想要拍照的要求 行长根据他的指引 不断后退 终于在画面播放 结束的最后一秒 退出了监控摄像头的范围 第一个任务顺利完成 神偷又来到了 另一间办公室 扫描第二把钥匙 但肖恩这边 却突发紧急情况 一群人突然来到 肖恩所在的会议室开会 几张纸 轻飘飘地从桌上掉落 一旦有人弯腰来捡 肖恩必定被发现 关键时刻 慈力仪突发故障 传出刺耳的报警声 会议室的人 误以为是火灾报警 迅速撤离 报警声也吸引了骨思 他迅速疏散整栋大楼的人 自己责带队巡查 神偷这边 刚刚扫描完第二把钥匙 还没来得及放回去 行长就出现 要求他撤离 可钥匙还没归还 保险箱大门也敞开着 好在肖恩及时出现 拿走神偷手中的钥匙 趁乱放了回去 刚做完这一切 一个警卫恰好退门而入 发现正戴着耳机 打扫卫生的肖恩 他演技爆发 表示自己并没有听到报警声 警卫没有怀疑 还指引他紧急疏散 而骨思这边 在检查完大楼后 没有查到报警来源 解除了封锁 肖恩一行人 顺利地逃离了银行 回到基地后 他们开始分析地下金库 磁力仪显示 在金库上方 有一个巨大的空房子 和里面装着什么 磁力仪探测不出来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肖恩推断出 这应该是个大水箱 水箱通过管道 包裹住金库 当有人进入金库时 水箱里的水 便会灌满金库 让非法入侵者 无处可逃 而水库如何推断 是否有人入侵 靠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天平 当空无一人的地下金库 重量突然发生变化 那么水就会倒灌进金库里 现在问题找到了 但解决问题的办法 却没想到 如何在进入金库之后 保持天平的平衡 是个难题 除此之外 如何进入地下金库 也是一个难题 他们本打算打洞进去 可是使用强力钻头 至少要花费15天时间 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这样肯定不行 老头决定 从上面进入地下金库 因为这时 正值西班牙世界杯比赛 老头发现 银行所有监控摄像头 都会对准人群 整场比赛105分钟 正是他们最佳的行动时间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难题 该如何破解银行的安全装置 成了压在肖恩心头的重要任务 晚上 肖恩正在酒吧解压 意外看到调酒师 用液弹喷射鸡尾酒 肖恩突然意识到 可以用液弹动作天平 这样指针便不会移动 他们进入后 就算重量发生改变 也不会触发故障安全装置 这个难题 就这样被完美的解决了 不过 他们这次的行动 还是危险重重 因为冷静下来的古斯 分析了当天的情况 发现了保机员的异常 立即加强了银行的安保等级 不过银行的一举移动 还是被黑客的监控发现了 无奈之下 老头花费重金买通了政府药员 请他传递了一个假消息 证明两名形迹可疑的保洁员 已经被抓 得知消息的古斯 顿时放松了警惕 时间来到了世界杯决赛当天 老头准备好了两把钥匙 和古斯的指纹膜 肖恩 神偷 特工 从银行屋顶前入银行 采购员负责从地下 进入保险库空间 利用液弹 动住金库下方的巨大天平 让三人能够顺利进入地下金库 一切都依照计划进行 三人抵达银行天花板后 控制室的黑客 便开启了监控摄像机循环播放 在古斯的监控画面里 隐藏了三人的行踪 在黑客的指挥下 他们成功避开所有巡逻警卫 穿过通风管道后 直接朝着地下金库前进 经过一波三折 几人来到了一扇密码门前 门上的密码 每半小时便更一次 好在黑客技术过硬 几人有惊无险穿过密码门 三人终于来到了保险库 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指纹膜和钥匙 他们轻松打开了厚重的大门 不过现在还不能进入 接下来该轮到采购原动手了 他利用液弹对着空间内的安全装置 一顿狂喷 片刻之后 地面出现了冰冻现象 为了测试效果 小恩率先走了进去 安全装置没有启动 保险库没有任何异常 这就足以说明 小恩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 三人立刻开始行动 可就在这时 意外突然发生 古斯这边的传感报警器 竟然被触发了 他意识到有人闯入 立即吩咐警卫队前去查看 却只发现了一只鸽子 但紧接着 古斯就发现了不对劲 惊恐中的画面 屋顶完好无缺 可警卫队在现场 却发现屋顶豁了个大口子 古斯即刻下令搜查整座银行 而此时 小恩三人也收到了老头的消息 表示古斯已经发现了他们 银行已经被团团围住 想要保命 只有投降 更要命的是 被冻住的天平 已渐渐开始松动 叶弹马上就要融化了 不过三人哪会这么轻易认命 打算先行离开保险柜 再想办法 谁知这时 特工却突然拦住他们 将枪口对准了神偷 让他交出金币 原来 特工根本没有退役 一直效力于英国政府 潜伏在众人身边 为的就是这一刻 情况危急 一旦叶弹融化 水就会倒灌进保险库 到时候 可真就回听乏术了 无奈之下 神偷只好交出金币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 金库大门瞬间关闭 安全装置启动了 水从四周倒灌而入 而特工却早有准备 只见他换上潜水服 带着金币一头砸进的水中 打算从出水管逆流而上 逃出升天 现在 只剩下萧恩和神偷 在水中挣扎等死 但萧恩毕竟是天才 就在两人命拳一刻之际 他突然意识到 金库如果灌入太多的水 必然会被撑爆 而天平用来衡量金库 是否注满水的依据 是重量 所以 只要在水灌满之前 在天平上加上足够的重量 他们便可以骗过天平 停止注水逃出升天 得知消息的采购员 立刻开始行动 他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压在天平上 自己也走了上去 终于 在金库被灌满的前一刻 水停止了注入 很快 金库开始泄水 趁此机会 萧恩立刻带着神偷 顺着水流逃离 等古斯带队赶到时 水已倒空 而萧恩和神偷也消失了 古斯看着还在滴水的通风管道 断定他们还没走远 立刻下令严守整栋大楼 此时 两人已经来到了一楼的杂货间 可银行戒备森严 到处都是警卫 他们很难逃出去 关键时刻 神偷忽然想到 之前在行长办公室 他看到了一扇坏掉的窗户 或许这是他们出逃的唯一机会 两人在黑客的指引下 和士兵展开了生死竞速 在警卫抵挡的那一刻 他们成功逃出窗户 淹没在街头的人流之中 古斯下令 让警卫进入人群搜寻 然而他们早有准备 立即换下身上的衣服 伪装成球迷 恰好此时 西班牙队获得了决赛的胜利 现场顿时还成一片 两人就这样 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镜头来到了法国某处 老头正对着三枚金币思考 原来老头早知道特工会叛变 提前准备好了复刻品 神偷给特工的金币 早就被掉了包 真正的金币 还在老头的手中 通过对金币的坐标分析 他们找到一落珍宝的位置 伦敦英格兰银行 看来即将又有一场恶战 等着他们 电影《沿路而下》 是一部非常爽的商业犯罪片 虽然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 但情节设定比较紧凑 后半部分剧情 更是高潮迭起 作为一部盗窃银行题材的电影 总体来说 拍的还算是中规中矩 可以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让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